首先我都已經決定或者認定這件事必須要進行 就是恢復給學生上學 因為長期沒有了面授課堂的生活 其實對於學生是有一大大的影響 近日更多教育界的朋友對此表示關注 醫務界的兒科醫生或者心理科醫生 也親自向我表達了應該是給他們復課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之下給他們復課 所以當學校放完他們的新春假 應該是比公眾假期更多幾天的 我們就會安排學校有罪地復課 近日教育局都是不斷地跟學校校長去談 究竟是怎樣復課是最安全的